我是刘姐 年前我们去朋友家做客 这里是河北省邢台县 黄寺镇 东寺村 从口处有一处流水 常年不动 他们发现这里是天然温泉 朋友带我们到这里看看 瞧这小水流的还真是不动 还好多河年 看这旁边还有好多积雪 现在虽然是熟久寒天 滴水成冰 唯独这一处春意盎然 绿草成荫 看这小草长得绿油油的 这里的水清澈见底 这才是天然的地下泉水 再看这里 有一股温水缓缓的流淌着 形成奇特的景观 春天般的温暖感觉 水一点都不凉 在河北省熟久寒天的时候 能看到这样的天然景色 真是太美了 在这里完全可以开发一个温泉城 听朋友说这里来过地址队参谈 如果可以往下打净 除水温度可达到80度 特别适合做温泉项目 看来这里可是一大块宝地 有意的可以到他们这里来开发温泉城 看这里周边的环境还都挺好 到年根里了 全都回家过年纪了 看这里卖什么的都有 最让我欣赏的就是这个天然的小溪 缓缓流淌 绿草成荫 听着这小溪流水的声音 和看着这些小绿草 让我大饱饮服 也是一种享受 这小溪流水的声音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